大家好,我是Stan 在Apli成员们连续发表立场文后 Tenju也在IG发文了 首先告诉大家我的近况 因为被提告的弟弟还是学生 所以家人们都专心对应了弟弟的事情 然后虽然还没有从警方收到任何联络 但是透过媒体得知 我也被提告的事实 以后也会准备对应对我的提告 对于大家的担心以及姻缘 真心的感到谢谢 今天因为有些比较担心的事情 所以写下了这篇文章 大家应该也知道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我比任何人都知道 诡谤以及恶评会对当事人造成多大的痛苦 看着最近发生的事情 让我想到身心都非常痛苦的那个时期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把我自己收到的痛苦还给任何人 不管是谁都有可能会做错 但是只要能认错悔改的话 就可以得到原谅 所以诚恳地向大家请求 请停止对成员们以及其他人的诡谤以及恶评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Tenju退出Apli的时候 参加The Unit的时候 被粉丝们骂得非常惨 所以应该知道恶评跟诡谤有多痛苦 Tenju希望自己遭到的痛苦 不要到别人身上 而Tenju的立场文却写着 Tenju最近看起来很幸福 用这种错误的方法 博得了人气跟关系 绝对不会永远持续 哎 真是太对比了 哇 天使啊 在这种情况 怎么还能拜托听者对成员们的诽谤呢 但是也有网友表示 说实话 Tenju今天的立场文非常奇怪 对于昨天Tenju的爆料 没有一点点的解释 突然要求听者诽谤会好好对应 很像是急着脱身 然后在Tenju发文没多久 Tenju再次上传了立场文 而立场文的前半部分是 辱骂诽谤 钱文现在受到精神上极大的痛苦 对于散播不实谣言的网友们 会进行法律对应 然后是钱文的内容 大家好 我是A.Puri 钱文 看到今天Tenju上传的IG立场文后 在粉丝们可能会产生误会 以及担忧之前 先想要告诉大家 昨天我上传立场文后 我看到有明明是我做错的 但是我不承认的留言 我再次声明 我对Tenju没有做过错误的事情 也没有做过需要得到原谅的失误 因为虚假谣言 我变成了XXXX 昨天在我的立场文写错日期的部分 是没有好好确认得我的失误 因为实在是人物可忍急着上传 而给大家造成混乱的部分 真心的道歉 但是昨天我的立场文 没有一句是谎言 为了证明事实关系 我在搜集照片证人等证据 因为这些证据 首先要提交到调查机关 也为了保护证人 所以不能马上公开的部分 请大家谅解 一直都相信我等待我的粉丝们 我会以事实来回报的 我们来看一下网友们的反应 别人做了就是散播虚假事 自己做了就是失误 看这个情况很像是性犯罪者 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一样 所以心情非常肮脏 哦 因为急着血 所以在事发两个月后才上传的吧 在自己的文章前 还附上法律事务所的文章 你以为这样大家会觉得害怕吗 为什么事情变得有点平息了 他们就一个两个的出现后自爆呢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感觉站在圈据那边的人 都把圈据当成是绝对的善 成员们说的都是谎言 只有圈据是事实 真心觉得圈据没有任何错误吗 对于圈据前文的立场文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新专辑发表会的时候 成员普森官对记者们说了 这次真的很想登上皮里波的榜单 然后接着说 希望记者们报导的时候 标题只写上 然后在内容加上想要登上 结果虽然部分新闻是写着 但是还真的有很多记者们 按照森官的话来写了标题 然后这次记者要求 登上皮里波的一位的时候的反应之后 队长坐在椅子上的成员们 都觉得很丢脸 十八 超愉快 超好笑这是什么 本来是点进来想要庆祝的 太好笑了 Seventeen总是这么愉快 希望Seventeen的梦想能够实现 最近我也是在网络上了解到 马来西亚最近的疫情 大家应该会很忧虑 但是为了健康跟安全 一定要做好防护 戴口罩 勤洗手 在这个特殊时期 希望马来西亚的朋友们能调整好心情 让我们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